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SS8607号L级铁渣 继钢索之后铁渣的推出令机器恐龙大军又添一元 内包背景版的场景依旧是五面怪基地 机器恐龙们作为援军真是把这里闹了个天翻地覆 主体方面机器恐龙成员的体型全都又高又壮 尤其是铁渣肩膀宽的惊人 头部后方的恐龙头盖子也是非常经典 背包方面除了尾巴有些碍事 其余部分表现不错 头雕的造型更是浓浓的老玩具味道 整体的配色复古感十足 老玩家看了应该会觉得十分怀念 可动方面的表现也算相当不错 主关节根部都是齿轮结构 手感清脆 肘部弯曲的幅度相当不小 翅膀翻动虽然不如钢索 但也基本够用 最值得称到的是 后方有干涉的情况下 腰部转动也有所保障 配件方面按照原设定只有一把小枪 看上去的确会有些寒酸 但原设定就是如此 而作为LG 铁渣的身高同样超过20厘米 跟同系列钢索基本持平 另外类似钢索附带了转轮 铁渣也带有一个动力浮板的丹尼尔 不过作为配件和转轮类似 只有四处关节可动 算是个半可动品 而且既然只是配件 当然也不能变形 顶多只能将大腿根部插栓 插接铁渣的肩膀 算是额外给铁渣增加一点生动感 铁渣的伪装形态是一只机械三角龙 这次的恐龙形态 无论造型还是配色也都十分复古 真的很容易让人想起记忆老玩具 由于变形结构原因 整条躯干都没有可动 倒是四吃的可动还相对达标 嘴部张开的幅度也相当不小 内部同样有插栓 可以安装特效件 不过铁渣本身并没有辅送特效 多少有些抠门 另外铁渣的背部两侧同样有柱状插栓 可以将丹尼尔的脚部扩口卡上去进行安装 其乘方式非常类似同系列的钢索和转轮 最后五只机器恐龙已经上市两只 不知道剩下三只是否也会推出 那么开始将铁渣变成恐龙形态 首先拔掉武器放在一边待命 后方松开尾部卡位 并将双关节下拉伸直 背包上方的两处卡位自然就被松开 下压尾部小盖板卡住形状 再将尾部整体上翻避让空间 两只脚掌内翻竖起 松开小腿外侧长条上翻到底 将小腿内侧部件外翻到底 再将长条和脚掌分别环回原位卡住 此时将腰部旋转180度 将大腿根部前台打平 膝部沿双关节弯折 硬小腿扣住大腿 脚掌内侧凸起 卡住腰部插栓 然后将尾部和背包后翻盖平 背包前方卡住插栓 尾部连接板塞入中间缝隙 再按压两侧插好插栓 然后将双臂打直向前平举 旋转手腕并虎口向下 再将手部下翻入内侧收纳 后翻龙头松开两肩插栓 肩部后方盖板前翻打平 将头部后翻到底 再将前胸盖板下翻到底 将头部下翻塞入下方空隙 胸部两侧微微外翻 将内侧部件一整块上翻到底 两侧胸部前拉 并延双关节搓入内部 两侧小盖板对齐形状卡住扑口 再将前胸盖板盖回原位 尾部下方卡住双脚凸起 身体两侧盖板盖平插接 将内藏的后腿分两段向外翻出竖起 最后将大腔插接在尾部下方 再简单调整一下姿势 铁渣变形完成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 请不吝点赞订阅